青凤吃醋 最终反目 但是剧情真的会是这个走向吗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青凤很讨厌自己黄佑的身份 在历三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过九尾狐后代 飞轮却很依赖青凤 只要他才跟青凤一起玩 黑儿姥姥要派一名能力高强的狐仙 魅惑皇帝 本来是让翠黄去的 青凤却想证明黄佑也能为狐竹立功 所以偷吃下一半魅果 为了躲过姥姥的惩罚 飞轮吃下了另一半 就这样两人一同被送到皇宫里 青凤在宫里遇到了李寒 认定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处处跟他作对 青凤和飞轮准备刺寝的时候 皇帝中毒身亡 而李寒成为了大唐新皇帝 所以青凤和飞轮的任务 主人公变成了李寒 在谢武的时候 青凤和飞轮启动了魅果 没想到李寒只被飞轮迷惑 只要看到飞轮的眼睛 他就会对其他人冷漠无比 独独喜欢飞轮 这让青凤可是嫉妒 难道这就是九尾狐和黄佑的区别 飞轮偶然遇见李渔西 两人两情相悦 青凤也帮助飞轮多次与李渔西相会 青凤和飞轮虽然魅惑皇帝的事情上产生过分歧 但不会反不成仇 大家就不要担心了 原著中飞轮吃下的是甜果 而青凤吃下的是双果 李寒命中注定会被吃下甜果的飞轮迷惑 这跟身份没什么关系 所以最后三个人的结局如何 还得等更新 据悉小说结局是 胡飞轮和李书生一块去宗南山修道去了 黄青凤和皇帝也一起在宗南山隐居了 还有了一个孩子 翠黄和花乌花两人幸福在一起了 胡冰青以往饰演的角色 留给观众的都是外表柔弱 骨质坚韧的少女形象 此次贵中美人是她首次尝试 饰演非人类黄又精 并颠覆性的 是以爆牙去斑的形象 丑蒙反差意外发觉出了 她骨质里的喜剧灵魂 一出场就有别样的喜剧效果 贵中美人的故事 主要围绕人类与胡竹的矛盾展开 伴随着二者间矛盾的激化 风趣与泳间 检扎着众人的爱恨情仇 在这原觉波鬼的拳斗中 胡冰青饰演的黄青凤 无疑是一抹亮色 古灵精怪的她 调节了整只偏花的紧张气氛 剧宗冰青表情生动 连蒙孔里都是戏 绝嘴的小细节更是暗闯人心 造型也惊喜 一会顶着吃咽红唇的大花脸出现 一会头顶猫烟的倒地不起 还因为闹着玩误打误撞的吃杀了谎帝 标志性的黄又大门牙 配合着抱歉的小动作 蒙坏了观众 戏中两人姐妹情深 生死与共 戏外两人也是默契十足的最强CP 为了演绎出剧中那样的姐妹情 陈瑶和胡冰青在剧组 基本属于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状态 一次生风吃醋 最终反目 但是剧情真的会是这个走向吗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青凤很讨厌自己黄又的身份 在历三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过九尾湖后段 芬丸却很依赖青凤 只要她才跟青凤一起玩 黑儿姥姥要派一名能力高强的胡仙 魅惑皇帝 本来是让翠黄去的 青凤却想证明黄又也能为胡筑立功 所以偷吃下一半魅果 为了躲过姥姥的惩罚 飞鸾吃下了另一半 就这样 两人一同被送到皇宫里 青凤在宫里遇到了李寒 认定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处处跟他作对 青凤和飞鸾准备刺寝的时候 皇帝中度身亡 而李寒成为了大唐新皇帝 所以青凤和飞鸾的日舞 主人公变成了李寒 在献武的时候 青凤和飞鸾启动了魅果 没想到李寒只被飞鸾迷惑 只要看到飞鸾的眼睛 他就会对其他人冷漠无比 独独喜欢飞鸾 这让青凤可是嫉妒 难道这就是九尾狐和黄又的区别 飞鸾偶然遇见李渔西 两人两情相悦 青凤也帮助飞鸾多次与李渔西相会 青凤和飞鸾虽然魅果皇帝的事情上产生过分歧 但不会反不成仇 大家就不要担心了 援助中 飞鸾吃下的是甜果 而青凤吃下的是双果 李寒命中注定会被吃下甜果的飞鸾迷惑 这跟身份没什么关系 所以最后三个人的结局如何 还得等更新 据悉小说结局是 胡飞鸾和李书生一块去宗南山修道去了 黄青凤和皇帝也一起在宗南山隐居了 还有了一个孩子 翠黄和花乌欢两人幸福在一起了 胡冰青以往饰演的角色 留给观众的都是外表柔弱 骨质坚韧的少女形象 此次贵中美人是她首次尝试 四眼非人类黄又精 并颠覆性的是以爆牙去般的形象 丑蒙反差意味发掘出了 她骨质里的喜剧灵魂 一出场就有别样的喜剧效果 贵中美人的故事 主要围绕人类与胡竹的矛盾展开 伴随着二者间矛盾的激化 风曲云永间 检扎着众人的爱恨情仇 在这圆绝波轨的拳斗中 胡冰青饰演的黄青凤 无疑是一抹亮色 古灵精怪的她 调节了整只偏花的紧张气氛 剧中冰青表情生动 连蒙孔里都是戏 绝嘴小细节更是暗闯人心 造型也惊喜 一会顶着吃咽红唇的大花脸出现 一会头顶猫烟的倒地不起 还因为闹着玩误打误撞的吃杀了皇帝 标志性的黄又大门牙 配合着抱歉的小动作 蒙坏了观众 戏中两人姐妹情深 生死与共 戏外两人也是默契十足的最强CP 为了演绎出剧中那样的姐妹情 陈瑶和胡冰青在剧组 基本属于同志同住 同劳动的工作状态 以及